非常精确 它不光是角度对 而且就是足球离这个目标球的距离近了 这个就对它的失误率就降到几点 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因为它没有失误 所以说你得不到机会 所以在球球比赛当中呢 其实任何的足球运动 包括斯诺克 包括球球 对于母球的控制一定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可能大家一种误区 个人觉得球球好像对于母球的控制 无所谓 因为毕竟台面小嘛 没有 我们有时候跟选手们说的话 第一你要合理性 合理性就是你的选择 第一还是进攻还是防守 你一定要合理 第二就是准确性 就是你的干法一定要准确性 还有就是精确性 失误了 哇这个失误太致命了 位置不好之后呢 是想来打这个八号球的中带 七号球的中带 但是完全没有到位 这个在职业选手当中的失误 是蛮致命的 对 从这局中间 有时候非常致命 这局潘友琴的开球 已经有一个致命的失误了 你看 银片均 你看 把这个这么好的机会 让出来 好 这样的话呢 小丁还是 2比1 对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由小丁来开球 刚才这一局球呢 应该讲 如果对比小丁在开球 母球的期待 林渊君的这个攻 七号球啊 这个失误实在是太致命了 就这一个球 对 他是考虑到主球的走位 有时候把七号球的点位 打了 我们所说的就是打了四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 更薄的地方 看小丁的中球 好球 其实从这几杆 就是小丁开了两局球里面 我也可以看出 小丁现在已经在调整了 因为他的腰和他的肩 有点问题以后 他现在有意识地在 在减省体力 不要把自己的就是腰和那个 手臂疲劳过度 所以说他已经 心理承受能力 或者判断能力 合理运用能力 已经很 很 很 提高了很多 这个球呢 要打得很精细 还好 留有一定的母球 落这个 带口的一个机会 否则还会真麻烦 有一定的难度 对 这爱好贴 贴裤的 贴裤有离中带口特别近 对 那又不是 他推可 因为刚才小丁去看一下 这个爱好球 是不是贴裤或不贴裤 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看林渊君 把机会又招航给了小丁 小丁好像第一天 也是穿这件红色的衣服 好 好像应该有了 这个球肯定也是有了 而且这个爱好 主球打进爱好以后 走三号球的位置 应该说 也很简单 对 好像一个自然角度 刚刚好 接一个带角 好像太直了 往要拉干了 还算凑合吧 对 这刚球 凌云君 只要 不会用别的干法了 只要正常的推进五号 就自然到六号了 对 你看 果然 我觉得好像 林渊君今天好像 还是对潘小天 有点 像小祖山打完以后 9比3以后 到现在你看 没有想赢的 好像越欲望了 对对对 像这种比赛 他有两干 这么大的输 真的不应该 这个球对于小 这个小天来说 是一个好机会 对 小天也一样 因为这个 他架手要束缚很多了 对 只要中高杆 轻轻的一推就可以 诶 怎么打这么滑 这球反倒给对手 一个中弹的机会 翻弹的机会 小青打这么重 他也想通过 一酷两酷以后 到六号球 可以打底带 过度要气好 所以说他考虑问题 也多了 所以说他发你 这就是说 我们就说了 就是走位走复杂 对了 就像你说的 林远君 哎呦 这个位置 又要翻 太大了 但这个翻带 这个主球 跟七号球之间 连接就有点困难 对 很麻烦 这个这盘球 到底怎么样 还很难说 好 消底弹 好球 好球 刚刚好 那这就是调整过来了 这个 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角度留的 左右都可以走到九号 所以说我们说的 就是万全的角度 安全 最安全的角度 对 还是一库两库 三库 但是你看啊 这个林远君 如果说对比昨天 这个苏奎特的走位 对 那还是差了一个档次 好像硬 是不是 我们走位 这个球 我们有说的 太硬了 太死了 哎呀 这盘球 小天很遗憾 有一杆这个 不明其妙的 打底带的失误 对 就有时候 说了 他不想走了太轻 以后 这个六号行程 中带角度 走七号就 就很难 很难连接了 所以说 他想发力 一扩了二库以后 可以回到六号球后面 那角度 行程的角度 大了以后 选择的范围 就宽了 的确 小天这一杆 也有点 攻中戴手的味道 但是很遗憾 没有成功 而反光 我们看到 林远君 这一杆失误之后 这些篮是 利用翻带 对 这一杆才是决定 胜负的这一杆 林远君的 击球的力量 明显就这样强了 他刚才第一局 第二局 或是手一点紧 好像力量 力量穿透力 还没有完全展开出来 现在 好像慢慢的恢复了 打没挡到 这个球也挺讨厌 是个翻带的球 但是 没有 没有翻带 好像 这个被挡到了 被挡到了 就是他自己选择 还是退缸 还是做防守 他有时候可以 通过二号 主球以后可以碰撞 七号筋弹 对 这是个好机会 对 这个好机会 就看二号挺你的位置 做防守 好球啊 力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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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差那么一点点 力道不错